哈利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的老鐵門哥來了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來回答小老弟的問題 我們之前推薦的這個smartish的這兩個保護殼是非常好的 那有小老弟在問說 第一個我要怎麼樣去買 比如說他在官方網站要怎麼買 第二個就是說 Gripmark跟Gripzilla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他如果說我只要買一個 那其實兩個都很好我真的也挑不出來 我是建議兩個都要 那我等一下要跟你們談說 他們的差異跟我使用的心得 那我就把殼就先放上去 Gripmark的話呢 他是有透明款的 那Gripzilla他是沒有透明款的 這兩款的殼 我覺得Gripzilla的 他是比較更防摔 所以你看他的內層的防護 跟他四個角凸起來有做氣囊的 所以如果你要更高的防摔 或更多的防護 要選Gripzilla 而且他的Zilla他的背板 是有顆粒的這個 磨砂的這種防傷防污 那相對的就是 Monk的話 他透明的話當然這個是比較容易 髒根會的刮傷 他不透明的版本 當然就沒有了這個觸感 他只有邊是有觸感的 所以差異就是說 如果你還要更多的觸感的話 也要選Zilla 那重量的話是 他大概30幾克 那Gripzilla就60幾克 這個就比較重 但是我跟你說 你覺得他重 可是你拿起來其實並不會 為什麼不會 他的這個比例 他這種凹凸的造型 他不會像你普通的保護殼 方方正正你拿 就覺得很死硬 他有一個變化 所以你在拿的時候 他的這種轉折或邊角 會讓你分散掉 你覺得他有一個重量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個保護殼 拿起來也是非常的輕薄 所以雖然他們差30克 可是我覺得拿在手上的話 我不會感覺到 他是很重的保護殼 再來就是說 購買的問題的話 就是我這個是 粉絲從美國 托人家帶回來的 據他所說這個是 官網的話 是沒有寄到台灣 所以他好像只有寄日函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說 你有沒有朋友在美國 能幫你 弄到這個保護殼 所以我才會說 這很可惜 如果國內有廠商 帶領這個保護殼 他將是 我覺得真的會屌打 為什麼會屌打 因為這保護殼很便宜 一個19美金 一個29美金 我把這個官網 跟你們再看一下 順便再解釋 所以Grip Monk的話 他其實我選的 這個是透明的 那他其實還有很多 是這種樹的顏色 那他這個顏色 還可以選花樣 那你要選這種圖案的話 他不是只有 這個預設的圖案 你可以加10美金 去選他的圖案 比如說 你看這個Grip Monk 我點下去 他才19美金 快20美 那他可能會有 這個折扣又9% 就是又9折嘛 所以其實這個保護殼真的很便宜 那他這個是原來樹的 你樹的話 你選完型號 其實你在下面的話 他這邊 裡面 他其實是可以選圖案的 他這邊有一些圖案的 比如說我點這個 Sharp Hour Pick 就是他有一些精選的圖案 你就可以在這邊選圖案 那選圖案的話 他就加10美金 所以就是馬來19美金 就變成29美金 這樣子也才快1000塊 所以真的很便宜 就是很酷 他這個圖案還很多 不是只有這些 所以你可以一直去選 那比如說這個 我們說這個Zilla的這一款 Zilla的這一款 他沒有透明的 那我們選的是這個 灰白的 就是現在這個 那灰白的話 他原來的 這個是29美金的 他是有4款 可以去選 點進去給你們看 29.99 大概快30美金 他是有不同的 預設的這些圖案 給你去選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也是一樣到下面去 你可以再加10塊美金 一樣去選 去選他的這個樣式 看一下 因為這個網站 他是 他是美國的 所以就是 有一些選項 你們再去找 總之他也可以加10美金 去換倍版 那他還有的 兩個型號是 一個是這種 可以放皮夾的 跟另外一款 第二代的放皮夾的 我就 沒有去選的原因是 我比較喜歡外接 我不喜歡他 本來就有設計的 我怕會影響MagSafe 還有就是 這個 卡片在裡面 怕會受影響 所以這兩款 我就沒有推了 我是推 就是Monk跟Zilla 那Monk的話 我是比較推薦透明的 因為透明的是 現在15的話 你要讓這個 保護殼 讓人家看得很漂亮的話 你就是要露出 這一個 泰的質感 所以你勢必要有一個 是透明的保護殼 所以我就會推說 Monk你可以選透明的 那他的這個 品質就是說 你看他這個 各項的做工 跟他的細節 都做得很好以外 他都有三個按鈕 整個都是非常平整 做工非常好 你這個看不出來 這個保護殼 沒有1000塊 他29美金 19美金算20美好了 大概600多塊 30美金的話 也大概900多塊 這種殼 我都覺得他可以賣到 1500或甚至2000塊的 所以他的殼 讓我感覺到 這個殼拿到 他是物超所值 各項的做工 我為什麼推薦度 200% 以這種殼 他賣這麼便宜的價格 他可以做成這樣 我覺得是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他很便宜 又有三個按鈕 磁吸又很強 又可以選圖案 或一些設計又都非常好 所以我就非常推薦 那像這個 為什麼要選一個透明的 就是 他裝下去 就很有質感 就是說 你這種殼裝下去 在透明的殼裡面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 你市售買一些透明殼 他一個都已經超過1000塊了 那他1000塊 他裝出來還沒有質感 那你看他的這個 smartish的 他這個殼裝下去就是 很有質感 很有變化以外 就是他各項的設計 都是超美的 這殼就是很好 所以就是很漂亮 那他更防摔的這一款 是多在說 他有更多的手感 而且更安心 所以真的很難挑出來 你說這兩個要選哪一個 我建議兩個都要 因為 如果你有在玩殼的話 就是等於說這兩個 可以去變換你的心情 就是不同的場合 那像這個mank的這一個 就是你拿起來的時候 會比較接近像裸機 可是裸機的話 他又有這種波浪 可以讓你去握 這個觸感是非常非常好 就好輕薄 然後但是卻又很安心 很止滑 就是你要有一類透明的殼 可是 會讓你很安心的 就是 我覺得smartish這個有做到 那這個 Zilla的話是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觸感 再裝給你看 這他們的拆裝 也是都非常好拆裝 把拆起來 裝這個Zilla給你看 他有更多的防護 你看這個背板 這個防護 還有這個止滑的 然後側面就是有這個 凸起的這種氣囊 然後他這個非常精細 各項都很精細 按鈕很好按 細節都是非常不錯的 那他多的是說 他的這個 凹凸的這種觸感更多 所以你在拿的時候 你並不會覺得 這個很笨重 你反而覺得 哇這個好好拿 之前不是有那個卡達比的那個SHIS嗎 因為他方方正正 所以你摸起來 你感覺他比較有那種死硬 那他有很多的這個弧度造型 這個又軟軟的 所以就真的很不錯 所以我說他會屌打的原因是 他更多的觸感手感 而且還有變化 而且他很便宜 他還比卡達比那些便宜 所以這殼就是 還沒出現之前 你認為卡達比不錯 可是你拿到這個殼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超越了 所以這兩個要怎麼選 你需要更多的防摔 你選Z啦 更多的觸感 更舒服的感覺 你選Z啦 那你要可以有透明的 我建議曼殼有透明款的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很有質感 所以這兩個到底要怎麼選 很難選啊 這兩個加起來 等於你現在在外面買一個殼的錢 大概1300、1400而已 所以我建議兩個都要買 但是你要買得到 因為現在國內應該買不到 你必須在美國買 然後請人家帶回來吧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 希望會對你會有幫助